第三试题 甲乙丙丁四支试管 分别装有氢类、醇类、有机酸类和脂类 经在各试管中加入10毫升醇水 以及其他检验 结果如下表 答案就是要问我们说 甲乙丙丁各是何种物质 我们晓得脂类是有水果香味的 我们的饼有水果香味 所以饼就是有脂类 而我们也知道 醇类跟有机酸类会溶于水 所以它加水之后不会分成 而氢类不溶于水 水加水之后会分成 丁加水之后会分成 所以丁就是我们的氢类 而我们的甲乙与有机酸跟醇 有机酸溶于水呈酸性 会使湿而式呈红色 蓝色湿而式呈红色 红色湿而式呈红色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甲就是有机酸 有机酸类 而醇类呢 是溶于水但是非电解质 溶于水成中性 所以是指不变色 蓝色是指还是蓝色 红色是指还是红色 所以我们的乙就是我们的醇类 所以甲是有机酸类 乙是醇类 丙是指类 丁是轻类 所以第三次题的答案呢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C 甲是有机酸类 乙是醇类 丙是指类 丁是氢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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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